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还认为这是礼物 我没让你憋住呀 这种不是人的话我不可能说的呀 就是你嘴上虽然没说 但你的表情证明你心里在骂娘 不是不让你崩 你崩 爆米花也得找地儿 不用崩啊 你不用随便崩 你说的那个不藏 是假的 这就叫藏 我们觉得 这就叫不藏 我觉得是您再改回论点吧 藏只有一种 这不叫藏吗 藏的原意就是不对任何人显露 只对自己 刘教授藏只有一种是你讲的 对儿 你讲的如果都算数我们还编论什么 我真的 我想当场崩溃 对我说话 说话说话说话 没有人废话 丢下你的识容吧 跟我一起面对吧 你需要我就要勇敢的气派呀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 《奇葩说》第七季现场 让我们欢迎女神宋丹丹老师 泰文哥 你不已经那么力劝我 请丹丹姐到《奇葩说》现场 对 结果经过上一期的 你被暴虐以后 你有后悔这个选择吗 我被骂得当下很后悔 有人在旁边大吼一声 一派胡言 我说整个就瓦解了 所以后来回去 重新自己心理建设 觉得要勇敢地面对丹丹姐 我们刚才提到一派胡言 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 你会碰到别人教育你那句话 你心中充满了这四个字 他往往说不出来 我们请这个 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淡总 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这个游戏 好吧 好 好 好 来了啊 李淡 你那些钱怎么挣来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一派胡言啊 那可不是一点数 太邪恶了 李淡 三十岁挣那么点数 难道你心里不愧疚吗 一派胡言 我怎么会不愧疚呢 我二十岁就应该挣这么多了 你太扫眼了 李淡 人丑就要多读书 一派胡言 哎呀 这个有点反驳不了 自己讲的反驳不了了吗 这个我帮你反驳 一派胡言 是读书了才变丑的 对 对对对 刘教授 你为什么会觉得人是读书才变丑的呢 我是讲李淡这个个案 我们觉得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共性 你还没 你还没 丹丹姐 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一派胡言 男人都犯过了 你怎么还犯呢 能不能犯的错 张勇哥 都是一家人就凑合着过呗 那么较真干嘛 一派胡言 一家人怎么可以一起过呢 这个是一派胡言 这个是一派胡言 好深奥这个 我忽然感觉后面想要讲两个小时 关于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开过 丹丹姐 女生一幽默就不性感 一派胡言 我一生被聪明的男性喜欢和追求 因为我有幽默感 我们要专访了啊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聪明的男性追求你的 讲一个例子来听听 咱们不能让丹丹姐说名字 说了她的血型星座就行 您碰到过一个天蝎座 有一个 太配合了 对 对 两个天蝎座的 一个 你算了多久 你刚刚是走过了500人的名单吗 你们是一个太庸俗的节目了 我现在发现 而且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等着听我把自己的隐私挖出来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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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大眼睛 好 来 我们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赞助商 把你的想买的酒拿捏的死死的逛超市真的爽爽的感谢 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 谢谢 来一城 去一城 订机票 就同城 本节目由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 不论梦想多奇葩 一口一口实现它 感谢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首期特约赞助播出 棒 把棒 往客场作业 棒 这句真的 这句真的不好唱 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客特约赞助播出 贝壳VR真是好 躺着就能把房整 感谢特别合作伙伴全是VR真房源的贝壳找房 赞助播出 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 感谢暖腹黑科技 好暖好暖 好暖好暖的苏菲好暖卫生巾 行业赞助播出 找工作上虔诚无忧会虔诚无忧 感谢带你虔诚无忧的虔诚无忧 行业赞助播出 谢谢我们所有赞助商 来 我们看看本期面题是 还有一分钟老板还没出现 今天铁定不加班 哦耶 你们知道吗 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回过家了 我的爸妈还在家里等我呢 爹娘桌子 你们知道吗 我健身卡已经办了一年了 我上次见教练是一年前开卡的时候 今天我一定要 教练我今天肯定来 你们知道不 我已经结婚三年了 所以 我老婆还没怀孕呢 哦 喂 老婆 今晚等我啊 我给你补补课 闷三 现在时刻晚七点整 惊喜 兄弟们 2020年关将近 纵观这一年 我们充满了挑战 也充满了机遇 老板说人话 今天啊 甲方刚刚给我发来了最新款的修改意见 我决定 咱们今天晚上 排除万难修改方案 能做到不 能 都把你们崩溃的情绪收一收啊 你们看看人家隔壁的京东超市 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第一 你再看看咱们都成了什么样子 亏我还在京东的年货节给大家办了年货呢 这里面真是 要吃又吃 要喝又喝 给大家补充一下能量啊 来 让我看看你们爆发的工作激情 爹 你要属孩儿不孝 教练 你再等等我吧 老婆 今晚改上自习了 非常好 很开心呢 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 我今天晚上陪你们一起加班 加油啊 好好干 真年轻人 真带劲啊 带劲 是 老板 你知道我已经加班加了几个月 都没有回家吃饭了吗 我已经 瘦成人干了 瘦 我减肥一年胖了二十斤 今天坐地铁的时候 有一个帅哥给我上座 他以为我是孕妇 孕妇 我媳妇三年没怀上孕 她多想成为一个孕妇 兄弟们 都是成年人 把自己的情绪稍微收一收 来 大家跟我一起喊个口号 给大家加油鼓劲啊 好 创业的路啊 嘿咻嘿咻 好辛苦啊 嘿咻嘿咻 汗你的流啊 嘿咻嘿咻 歇你的土啊 嘿咻嘿咻 财务自由 嘿咻嘿咻 又分红了 嘿咻嘿咻 可今儿糟啊 嘿咻嘿咻 加油干吧 嘿咻嘿咻 嘿咻嘿咻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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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黑了 黑了 黑了 疯了 我谁把电源给踩了呀 我的资料都没了 好崩溃呀 谁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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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我来救我们 怎么救啊 重一点资料 明年就长出来 音乐 we得更浪漫 一点土啊 重5个12345啊 12345上山打老虎 2只老虎 2只老虎 投一块 投一块 你是没有问题 你是没有自量 存等now 挺我停 这样吧 咱们下班 立定 哎 不仅要下班 我还要犒劳大家 今天晚上我请客 咱们KTV团建 搓岛一条龙 好啊 虽然我是你们的老板 但是私底下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等一下 我有几句心理话 想跟家人们说说 今天正好有时间 我想回家吃饭 我爸爸还在等我呢 I got the girl I got the girl 老板 老板 我也说几句心理话 我想去健身房 看一些真的男人 I got the girl too 拜拜 那你就是 I got the girl too 不不不 老板 说句心理话啊 我老婆已经在京东超市 囤母应用品一年多了 很精明嘛 她已经完全准备了 完全准备了 作为男人 你懂得 我懂 就是不想去呗 那我就省钱了 来 小李啊 那个你把我订的 KTV包间取消吧 不是 不是朋友不喜欢 是我没朋友 我要这一业实质的宿司 有什么用啊 我崩溃了 我是一只小木偶 我从来都没有朋友 没朋友怎么办呢 重一点吧 挖个坑 摆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你个大老爷们儿 你听到我疯疯癫癫 不知道再干什么 大老爷们儿怎么了 大老爷们儿不能有期许 不能崩溃吗 爷爷爷 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你崩溃你藏一藏好吧 回家崩溃去 我藏不住了 死 还让我藏 都看热闹是吧 好 我给你们抽一道遍体 说 成年人的崩溃 到底需不需要隐藏起来呢 啊 成年人的崩溃 要不要藏起来 要藏按红键 不要藏按蓝键 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六四开 哈勇哥 成年人的崩溃 咱们要藏起来吗 我等丹丹姐决定 我就跟她反折了 好 那我把你们两位留到最后啊 徐教授 成年人的崩溃 咱们要藏起来吗 正方是吧 要 那我就不要 徐教授 您曾经崩溃过 我 我觉得没有 这就是藏起来的是吧 上一次崩溃是 很多很多 几十年前了可能 人最可怕的就是骗过自己 弹总以你对徐教授的了解 你觉得他上一次崩溃是 这是第一次奇葩说我没在 他就崩溃了 我发愈 你大 这么不敢 刘教授 崩溃了以后要不要藏起来 不要 好 那我们就看丹丹姐 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 我觉得这个题不太成立 因为 能藏起来的崩溃叫崩溃吗 有崩溃吗 对 是 所以丹丹姐说这题不成立 我们就录到这边吧 谢谢 对对对对 我就算答应了京东超市也会崩溃的 对对对 丹丹姐 简单的一个题 成年人的崩溃不要藏起来 因为藏不起来 能藏起来的不叫崩溃 还容易啊 好 我感觉丹丹姐已经结变了呢 看勇哥那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因为丹丹姐说不藏 所以我要藏起来 来 我看一看啊 辩论双方是 我们这个队的队性叫整整齐齐 我高中英语 我高中历史 我大学法律 我们队伍名称是三人行 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 三个中年男性 三个老师 没有走出象牙塔看看这个世界 我们多丰富 我们三个年纪正好是 也不能说老中心 那谁是老呢 就是 我们代表社会歌 有更广泛的声音吗 我们是 我给他们提的一外号就是 因为翅膀他们是藏 藏 藏 一藏 二藏 三藏 所以他们是藏 三藏 对 减成三藏 对 三藏 藏 三藏 就是在场上打到你们崩溃 然后让你们藏不住 你们的情绪也不能释放 你们非常可怜 但是不管你们多可怜 我待会都会疯狂的撒烟 撒烟 请开始 首先各位我们先来厘清两个词 藏和崩溃 崩溃在字典里面的意思 叫彻底的失控 但凡你还能控制 它都不叫崩溃 你说你崩溃了 然后你摔东西你就挑便宜的摔 然后你摔手机只摔别人的手机 你那不叫崩溃 你那叫表演崩溃 那是欧阳超的崩溃 而且 而且我们再说藏 你要藏一个东西 你至少得能控制它吧 你说你都失控了 我怎么藏 这就好像地震来了 你也不跑 你就双手按着地面说 只要我晃动得足够快 一定能抵消它的震动 神经病嘛这么想 而且你想想看 崩溃这个事儿 它就在一瞬间啊 你那个迹象是会比别人看到的呀 那你咋给别人解释嘛 你夹着夹着班突然流泪了 然后你同事问你 你怎么了 你说我给面部补水呢 然后你打着打着车 突然哭了 别人说你怎么了 你说哎呀你开得也太好了 你还能走俯路呢 这个东西你就没法藏 你藏哪儿哪儿崩 你想想看 我们藏到磁带里 它就变崩带 你藏到光盘里 它就变崩盘 你藏到床底下 它就变崩潮 崩得你一宿一宿睡不着 偶偶在这儿大哭 第二个点很重要 崩溃就是告诉别人 你的极限在哪儿 这跟喝酒是一个道理 喝酒的时候如何防止别人再继续劝酒 很简单 一个字吐 你说再多喝不了了 没用 吐 你就把这个技巧用起来嘛 你领导已经让你改了十几版PPT了 然后说要不然今天晚上加班再改他几版 你当场就崩溃 那就做不了了 而且你崩溃的时候 还吐在了键盘上 真的做不了了 老板一看说 这你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啊 你说因为我还是曾经那个少爹 没有一丝丝改变 老板一看着歌都对上了 这还加啥班啊 小李改吧 小李老藏崩溃 小李活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坚信成年人的崩溃 它就不应该藏起来 你才能正确地去看待那个 不小心崩溃了的人 你看到一个人崩溃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是他自己在进行内心的重建和释放 在这一切之后 他会以崭新的面貌 在重新面对这个生活 我们看待一个人的眼光越正确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温柔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在网上那个姑娘哭崩了的视频 那天是姑娘的生日 她自己打车下班回家 然后在开到一半的时候 领导通知她回去继续加班 姑娘当场就哭了 姑娘说我已经加班了半个多月了 完全没有休息 今天也要加班吗 今天是我的生日 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祝我生日快乐 只有银行给我发了个信息 她说生日快乐 现在他们又要我回去 各位我不知道 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 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也许会觉得特别地心疼 你心疼这个姑娘太不容易了 你也许心里会特别地悲哀 悲哀我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 需要把人累成这个样子吗 你也许心里是难过 那份难过也许是替自己难过 因为这个姑娘让你想起了 同样也是很久没有休息 内心早已崩坏了我们自己 但是你们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认为这个女孩她就不该哭 成年人应该把自己的崩溃藏起来 要哭你回家哭去好不好 如果真的有这样 麻烦你先把自己藏起来 我们不会那样想 因为我们都是温柔的人 正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人 当时那个视频的底下 是铺天盖地的一句话 叫姑娘祝你生日快乐 如果崩溃是世界末日 那么释放它就是一场重生 当你崩溃的那一瞬间 那就是你崭新生活的生日 每一个把自己的崩溃 不再隐藏的人都值得那句 祝你生日快乐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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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正方一变 正方一变 颜文凯有请 我们这套题目讨论的是崩溃 崩溃最早用来形容堤坝 它说洪水冲垮了这个堤坝 这是最早物理意义上的崩溃 可就像洪水冲垮堤坝 不会跟堤坝打招呼一样 这个情绪的洪水冲垮我们的心理防线 它不用经过我们的同意 所以今天这套题目 刘洋教主完全跑题的地方在于 他讨论的说的是 我们不让人崩溃 没有这个意思 这套题目讨论的不是 成年人要不要阻止自己崩溃 要不要憋住自己崩溃 不是 讨论的是 成年人要用什么样的姿态 来表达崩溃 你在崩溃的那个时间节点 你什么样的姿态 才更像是一个成年人 这是知道遍体要讨论话题 藏起来和不藏起来 它代表着两种不一样的求助的模式 我们可以同意崩溃的人 本人是很脆弱的 他现在很需要帮助 但如果他就像你讲的那样 在办公室大吵大闹 当街的去跟大家表达自己的崩溃 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经常这样做的 但是成年人不会这样做 我推荐大家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你找到一个知己 一个遥远的朋友 他能够理解你 把你的崩溃自由地告诉他 然后让他真挚地理解你 这是不是更有效的关心呢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这意味着在崩溃的时间节点 在你的情绪已经垮台的时候 你还为自己从洪流当中 救下来了一件东西 那就是一点点的理智 你还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 你还知道我需要的是 真挚地关爱 有效地关心 这是第一点 成年人和小孩子的另一个区别 在于成年人他是要背负责任的 而责任是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崩塌了 他就突然终止的 我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学民航飞行的飞行学员 就是俗称的就是飞行员 请问不俗称的名字叫什么 俗称的就是飞行员 所以我在看电影《中国机长》的时候 会有特别深的感触 我们知道那场四川航空8633的 空中的险情 突然爆裂的封挡 半个身子飞在外面的副驾 零下四五十度的酷寒 到处响起来的警报灯 背后一百一十九个 仓皇失措的乘客 你说机长他不崩溃吗 他也会崩溃的吧 他在塔台当中的声音平静的 就像在描述其他人的事情 我封挡裂了 就是这样 在采访当中他说 其实当时我心里想的是 完了完了 这下一定完了 这是他脑子里想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时间节点 他的选择是什么 他要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制服 他要选择在那个时间节点 把自己最本能的 那些真挚的崩溃的情绪 要掩埋在制服之下 他得对得起机长肩章上 代表责任的那第四条杠 这才像是一个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形象 好 但我知道大家觉得 我讲这些给大家很多压力 我都已经崩溃了 对吧 我还想这么多 好辛苦 但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 崩溃不仅要隐藏 它还应当要收藏 你看到崩溃 你从崩溃的洪流当中 为你自己抢救下来一点东西 可能是一点理智 一点责任感 这些东西会留在你身体里 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它会帮助你抵抗下一次的崩溃 它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 我看过一个关于成年人的 非常棒的描述 他出现在《孙子兵法》里 他说 胸有鸡雷而面如平虎者 可拜上将军 这是他们描述的成年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从这洪水一般的情绪当中 给自己留下一点点宝贵的东西吧 因为它会让你抵抗崩溃 远离崩溃 最后我们告别崩溃 谢谢各位 好 太好了 可以 可以 颜文凯 我先提醒你一下 就像你们这种俗称的飞行员 正是官方称呼叫孙悟空吗 我们叫飞行学员 因为拿的是学生执照 所以对外不能称飞行员 这是有纪律的 李大 就是你代表一个脱口秀演员 你要去齐齐一下盐文凯的话 或者是什么 我没有 我很欣赏小颜 这就是属于把崩溃藏得非常好的 对 你作为反方 你怎么要跟小颜 进一步沟通的空间吗 没必要 你要不要拧回来吧 就是同样跟你站在反方立场的 刘晴教授就不会这样 对啊 你说的那个不藏 是假的 因为藏和不藏是不对称的 藏只有一种方式 不藏有很多种方式 包括找一个远方的或近处的好友 跟他分享 和他交流 这就叫不藏 这就叫藏 我们觉得 所以你是通话了 因为他没有在当地上 这边拆题的时候要发现 敏感地发现他们改换了论点 我觉得是您在改换论点吧 就我没有当街撒破 我选择了一个人去 藏只有一种 这不叫藏吗 藏的原意就是 不对任何人显露 只对自己 那我 然后不藏 咱们说不一句话 不再加英文的好不好 那我的银行卡密码 只告诉了我妈 我在遗嘱里告诉我妈 这叫藏还是不叫藏 那就要不藏 对啊 这就叫不藏 当然不藏 这就叫不藏 那我们就输了呗 您让这么打 告诉一人就不藏 我们回家得了 对对对 不 我就是说 这个题目它本身有一个 对反方的优势 藏和不藏是不对称的 藏只有一种 不藏有无数种 刘教授 藏只有一种是你讲的 在奇葩说不算数的 你讲的如果都算数 我们还辩论什么 我很喜欢这种 群起而欧之的这种感觉 藏黄飞 不用依照刘教授的定义 来定义你的题目 当然不能 我建议你的题目 您放心 目前还都在设计范围内 这就是马东老师他叫我说 你该说些什么吧 我怎么说些什么 你看我怎么不说呢 刘老师 新来的 新来的 就是 我之前跟他害了两地 我才学会了 别理他 他说什么你就没必要 没话说 没事 你理他干什么 你早告我呀 我抱了那么多隐私了 感觉可以不理他的 姐 姐 别听他们 别听他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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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职业道德 好 来 反方二变 谁啊 王磊 来 有请 当时看到这个遍体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 对面的三个人当中 有一位是 藏崩溃这个池房的天选之子 就是对面的飞哥 张红飞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 藏和脏 最开始是一个字 什么叫藏呢 就是让人看不见 透鞋 透鞋 对吧 那怎么才能看不见呢 巧了 脏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 就是用刀 把眼睛戳瞎 你都瞎了 你能看见啥 你是直接藏起了整个天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说 崩溃是什么 有山有水的吧 崩如山体坍塌 溃似洪水无涯 面对这样的山崩海啸 而对面的三位 却告诉我们 不要去抗风抢血 直接选择戳瞎双眼 那这种鸵鸟精神 我觉得连鸵鸟见了 都觉得你是真内行 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说了 所谓的崩溃就是 情绪和理智的彻底的失控 我觉得它是一场 命运对我们发起的闪击战 那我给大家讲点历史故事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叫李莎德·费曼 他在二战期间呢 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去研制原子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最爱的妻子艾琳 不幸一命去世了 那当时费曼忙到 连掉一点泪的时间都没有 他以为他的理智可以控制这些 但是一个月之后呢 他偶然路过了橡树里边的一家百货商店 他突然看见了那个橱窗里挂着一件连衣裙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间想到 如果这件裙子穿在艾琳身上一定很好看 然后他当场就崩了 他对着那个橱窗 嚎啕大哭 他藏了嘛 他没藏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崩溃 就像文凯说的那样 它是一个没有预警 当他来袭的时候 你根本藏无可藏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一直告诉我们 好像说 我们很推出一种品质叫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同学们 泰山都崩了 你还能色不变 你怎么做到 几千年来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卧心尝胆 我们要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从来如此 可从来如此 便对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古人他没法学 在古代你别说暴露你的崩溃了 你就是表情管理稍微差一点 你就没命了 《史记评准书》里记载 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酷吏 叫张汤 他给一个人安了一个罪名 叫父匪 什么叫父匪啊 就是你嘴上虽然没说 但你的表情证明你心里在骂娘 那你就必须死 但是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那个丛林里 我们可以放心地展露自己的崩溃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充满着善意和安心感 并且它变得越来越温暖 越来越包容啊 我们要学习的是古人那种勇不放弃的精神 我们学习的不是那种变态的情绪管理 在今天你可以放心地展示出你的崩溃 你不是软弱 你也没有错 我特别希望能从我们这代人开始 教会我们的孩子 也说服我们自己 崩溃了藏 那是逞强 崩溃了不藏 那才叫坚强 因为真正的勇气 就是即便我们痛到崩溃大哭 怕到浑身颤抖 我们也会坚定地迈出人生的下一步 谢谢 你们是要摔跤吗 好 那现在我来吧 好 正方二变 要崩 先忍住 为什么这是一个数码科技时代 会被拍下来做成土耳视频 而且现在的土耳视频 还给你加上BGM 今年最时髦的大家都知道 新裤子的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在互联网反复播放 我都崩溃了 在家养了几天 好不容易好点 说上街上走走吧 一边走一边刷手机 怎么全是我呀 又崩溃了 又崩溃又没藏住 又被拍下来了 又配上新裤子又传上去了 你看又崩溃了 这叫什么 崩溃版套娃新裤子限定版 人家一边刷还得说呢 你看看 你看看 在崩溃面前 没有一首新裤子的歌是无辜的 而且他们一直在说 崩溃藏不住 你们今天可来巧了 一会儿即将有一个成年人 给你们表演 崩溃怎么藏住 这个演员就是我们六个人中的一个 因为我们六个人中 有一个人要被淘汰 我们从一千个人打到二十四 每个人都想再进一轮 一淘汰肯定崩溃了 但是 他会给你表演成年人怎么藏起来 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心里 我 淘汰我 你们听没听我变 你听没听啊 懂不懂什么叫变 懂不懂 选我 这六个人离我是最差的 疯了吧 这什么破鬼子 这是什么鬼子 但是说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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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能走到这里 我已经很开心了 感谢奇葩说这个舞台 就是我 谢谢马东老师 你仔细看 苹果鸡都只抖地说马东 谢谢马东老师 这里不是我的终点 奇葩说即将是我的起点 心里想 淘汰了就是终点呀 咱还有起点 一个商务都没见到 淘汰了 神经病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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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管怎么诡辩 一会儿大家会看到一个人 用事实说话 成年人崩溃怎么藏起来 太棒了这个 太牛了 而且大家想过吗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奇葩说这么多年 那么多人哭过 那么多人崩溃过 在这个舞台上 就在这儿 这只是一个娱乐节目 这个就很有意思 大家想一想 你的崩溃 我的崩溃 对咱们自己 是一座山 但是对于其他人 可能只是差于饭后的谈资而已 咱们都这么惨 咱要不要先忍一忍 找合适的时间地点 找合适的人去崩溃 小心翼翼的来做这件事 不好吗 好 第三个点 因为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年人 我也崩溃过几次 我应该很好能写这道题 但是我在电脑前面做了三天 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我就很诧异 这是我的崩溃啊 为什么我回忆我的崩溃 我却无法如实地把它写在这张纸上呢 我就绞尽脑汁地在想 在想那个感觉 有的时候觉得 像你整个人都被抽空了 有的时候感觉像溺水 有的时候感觉 你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 你怎么都喘不过气了 但我就想如果我作为一个当事人 我连对我自己 我都无法如实地描绘那个场景 在我崩溃的那个极端情绪中 我怎么能把我的情绪告诉别人 我告诉别人 谁又能听得懂 崩溃是什么 就是大概亲人离世 感情破碎 为什么崩溃了呢 就是我们用尽一切方法 但是我们解决不了 这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就只能默默等它过去 你自己一次一次跟自己说 你自己抱着自己说 会过去的 不管多难它一定会过去 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道题 因为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直在 有一段旋律是我特别喜欢的 野孩子的一首歌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 生活啊 好比那黑夜里漫长的路 走过的人 他从不说出来 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走之前无人可说 他走过了也不用再说了 网上经常这么夸人 说他特别酷 他初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我觉得也就还好 因为这就是幸运嘛 没挨过社会的毒打 我觉得成年人的酷是什么 我觉得在我心里成年人的酷是 初走半生 归来不发一眼 所以这道题对我来说 不是成年人的崩溃 要不要藏起来 而是我崩溃了 我可以藏起来了 我终于是一个成年人了 谢谢大家 棒棒棒 好帅人哦 好帅 反方其袭 我想问一下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是你最在乎的人 他崩溃了 你是希望他一直藏 还是说出来和你一起扛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崩溃吗 就是不爱听别人说话 我说了多少遍了 不是不让你崩 你崩 爆米花也得找地儿崩 崩啊 你不能随便崩 就是这么点事儿 三个人还在问我 我为什么不得崩 可以崩 就是找合适的人 找合适的题 第一解释一下 什么叫合适的人 我在办公室 我能不能忍一下 我再走五步 我就出去了 我在街上哭 我能不能我咬咬牙 我就回到车里了 你难过的时候 跟自己说 再坚持一下 就到家了 行不行 非要当街做手术 动物都要找一山洞 慢慢养伤 你要再当街缝针 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种隐藏 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个体的崩溃 是对整体的一个反馈 如果说外卖小哥不崩溃 对我们怎么会看到 那个他被困在系统里 并且反对系统能进步 外卖小哥不在街上崩溃 能让你天天这么 嚼人家舌头吗 我什么叫嚼人家舌头呢 我说都要抱你善意啊 你善意都给聊到 综艺节目里了 还善意呢 又说打车崩溃 聊了人十五分钟 是不是 还告诉他俩是善意 在一个这么搞笑的节目 说了人十五分钟 他俩善意 他太强了 好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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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那一段咔咔咔咔咔咔的表现 太精彩了 他那个都不是就是语言锤炼的段子 他那个真的就是发现生活的眼睛 刚才到底是谁清醒谁啊 就是藏洪飞之怒你知道 最后那个就是手一甩这儿 行了你回去吧 好 来 反方三遍 来 许永浩有请 好 我们一个一个过 我们先来看文凯说的 他举的例子是警察 是飞行员 是医生 我自己做冲突解决专家 我们受过非常严重的 关于情绪的训练 就是前面是有人崩溃了 他们可能完全撕打起来 你见到人群当中 各种各样暴力在涌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乱 但你知道我们吃过多少苦吗 我们要学多少东西 看多少书吗 职业人会被训练的隐藏情绪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件事情好难对普通人 你们是飞行员吗 你们每天的生活是在开飞机吗 如果不是 为什么 会用飞行员的标准来要求你 不能够流路 和一定要去藏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是飞飞的问题 飞飞说 你有别的方法 你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好好沟通 何必在现场爆炸呢 对吧 但问题是 这道题不是出给这种人的呀 我有很好的情绪缓解能力 我有很好的向上沟通能力 我可以把我的情绪自然去释放 但没这个困惑各位 这一类人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一定要合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纠正 就是在对方的眼中 逐渐逐渐给大家一种暗示 就是藏才比较正常 我要跟大家说 藏不正常 你想想你是孩子的时候 你是可以随意哭的 但你长大了 这个社会开始教你 开始教你 叫喜怒不行于色 叫色力内人 叫情绪要藏好 就是社会对你的重要的规训啊各位 因为外部的环境 它不在乎你这个活色生香的人 它希望你是一个螺丝钉 牵到一个巨大的机器当中 然后跟随这个机器 永恒地去运转 然后它给你不断地提出要求 要加班 要努力 要996 它怎么会允许你哭呢 一颗会哭的螺丝钉 会生锈啊各位 它怎么会允许你生锈啊 回来 回到今天这道题 说我的观点 我想说的东西并不复杂 今天这道题 我们刚才所有的角度 是在讨论那个崩溃的人 对吧 他崩溃了 可能给周围造成了影响 怎么办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这道题不是问那个崩溃的当事人的 是问我们的各位 我们恰好经过了别人生命废墟的现场 我们都是路过的人 我们陌生人 我们怎么选择 所以藏与不藏 是我们在2020年这个艰辛的时候 设向一个陌生人 两种截然不同的目光 你想想看在北京的冬天 如果有一个人 心里面经受一些事情 突然就藏不住了 一下子就崩溃了 而这一切 完全发生在你的眼前 此时的各位 如果抱持对方的观点 说你怎么能这样 你不是有更好的沟通方式吗 你要用激掌的方式 来要求你自己啊 你怎么看他 你看他的时候一定充满了各种鄙视 苛责 觉得不可理喻 可如果你选我方呢 你觉得 太难了 每个人的情绪到一个极致的状态 其实都可以被理解 被体谅 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 不能被原谅的时候 你看向这个陌生人 眼睛里 今是温润的光啊 我们2020年今天这个题 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各位在互联网上 其实看过各种各样 真的崩溃的 有个快递小哥 他被误会了 被扭送到公安局 他说我一个快递 就挣大家五毛钱了 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样 说到这里掩面而起 最近大家看到过那些租房的APP爆雷 这个被你看作家的地方 如果你清理过 你会发现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更不要说在疫情当中 失去他们至亲至爱的人们 于是世界一下子 变得特别陌生而孤单 自己孤零零 站在冬天的汗中里 你一下子绷不住了 你一下子哭出来 而我们 就是刚才我说的 又恰好站在现场 各位 你这个时候 怎么可以怎么忍心说 你怎么不藏好啊 各位 我们要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永远 不要在别人生命的废墟上 冷漠地呼啸而过 其实说到底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最棒的温暖 其实来自于陌生人 对我们的善意 在七八叔的现场 我估计我跟绝大部分伙伴们 可能人生中 这唯一一次相逢 但我们有一些东西 我们极为相似 我们紧密连接 我们不是都一起度过 艰难的2020年吗 我们一起穿越过这段 至暗而优深的时光 那能不能我们说好一件事情 我们在未来如果遇见的时候 我们对对方都是陌生人 都更好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取暖 在他们善意的身上 我看见这个世界还有光 谢谢大家 对方三变 副首尔 来 有请 来 好 好